只要你敢办 我就一定征判 不管多少年前 谢谢 这个案子 台中市政局慎重歧视 从调查报告判决 大概是四个月的时间 让25年前的案情水落石出 市府更以扩大调查 主动告发行政以及司法 双轨并进等方式 务求狼狮接受法律制裁 不能够逍遥法外 另外针对市府有其他潜在的受害者 市府更将本案移送法办 因为25年前受害者 虽然他现在已经长大成年 25年前他只是个孩子 所以这不是告诉乃论 要不要报的问题 而是刑事伤害 25年前他对一个孩子 做的是刑事伤害 必须依送法办 不可以让他逍遥法外 那么针对于潜在的受害者 我们针对该师待过的学校 交过的学生 广发调查信已经超过2000多封 相关的回收信件 若有指证 也会一并的移动检调查阅 并且将他神之以防 最后 受验要向加害者重申 台中市绝对不容许唯非作胆 只要你敢办 我就一定征办 不管多少年钱 谢谢 刮车 伤知 语